而在菲律宾地区的第163、164T次乔教替代艺男 则是在马尼拉市举办中秋节烤肉活动 这些在非华乔校服务的20多位替代艺男 分工合作准备食材 让台湾中秋节的烤肉活动在海外飘翔 每年的农历8月15 就是台湾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刻 菲律宾第163、164T次乔教替代艺男 特别举办中秋节烤肉活动 负责筹划这次活动的三位艺男 林顺贤、陈毅与王仁德 下午就抵达华人区的美安大厦顶楼 着手准备要烤肉用的食材 在菲律宾大家过中秋节 他们都是把中秋 那我们台湾人的习俗 其实就是吃月饼跟要烤肉 烤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 那我刚好人在菲律宾 那希望说可以在这边 跟我们海外的艺男 大家一起团聚烤肉这样子 那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下午6点一到 20多位替代艺男陆续到场 他们分别在菲律宾圣工会中学 中正学院、中山中学等12所 乔校服务 透过中秋节烤肉活动齐聚一堂 大家齐心协力将杏鲍菇、茄子、青椒与番茄等食材 一串一串的处理好 有人负责在玉米和香肠上涂酱料 也有人负责将鱿鱿、白虾与肉串翻面 并开心品尝刚烤好的美食 之所以会举办这个活动 是因为大家难得在外 那可能平常上课有很多事情 没办法聚在一起 那现在刚好逢到台湾 是中秋节烤肉的时候 难免会想家 所以我们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聚一聚 再加上就是可能平常事情累积的压力蛮大 那这个可以帮助放松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每逢夹缺贝斯青 阵阵烤肉香在菲律宾飘洋 第163、164提次的乔教替代艺南 透过活动一解思乡之情 也互相祝福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台湾宏观电视王永新 菲律宾马尼拉 采访报导